好了,我们来再去详细说Exchanger Exchanger呢,刚才大家简单的看了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我们用两个线程程度的线程去交换了一下数据 然后呢,并且我们说了它可能你使用不当会引起某些问题 那我们现在来给大家看第二个例子 那通过看第一个例子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去思考一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你们两个之间在交换的这个数据 对,交换的这个数据 就比如说,我这边拿过来的这个是个Stream,对不对 你这边得到的这个东西 你们两个是不是相等 我所说的相等就是什么呢 引用的地址也相等 也就是纯纯脆脆的是一个东西 并不是说是,并不是说是就是你可能给了我的一个拷贝 那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疑问呢 这个问题的原因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了一些Actor这样的一些就是不可变对象 对吧 它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模型呢被开发出来 现在叫很多什么,叫什么 携程,对不对 然后呢它每一个你发过去的一个message 会到这个携程的收件箱或者说是叫它收件箱它去处理 那你对这个数据发生,里面的一些属性发生任何变化都不会去影响到什么 不会影响到发送方 因为发送方拿到的这个数据和你拿到的数据不一样 因为你虽然说内容刚开始是一样的 但是你把它改变了,你不会改变另外一个 它拿到了一个东西的拷贝给你 并不是说给了同一个对象给你 那我们来看Exchange是不是你发出去的 这边你发出去的这个Exchange 我们Exchange就相当于是什么 你发出去这个数据,对不对 你发出这个数据和这边接收到这个数据是一个东西 对吧 大家应该会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思考才对 那同样我们这边再来定义一个Exchange 我们这个时候呢给它定义Object 我们不附写它的什么HushCode 然后主要是想看它们之间的HushCode是不是一样 哎 哎我去,倒不进来了 完了 我们现在定义了一个它,定义它之后呢我们继续同样一个线程 我这边就不写它RUN方法了,不写它的那个RUNABLE了 直接写一个RUN方法就行了 RUN方法,复写它RUN方法,OK 然后它START 然后呢我这边在做之前呢 让它定义一个对象叫AObject NewObject 好 然后呢就比如说你发之前先把它打出来 A 甚至 Object 谁 AOBJ 对吧 好 Exchanger 对啊 Exchange Exchange 然后呢 AOBJ 好 它会有个返回值也是一个Object 然后呢 R OBJ 好 这是你的返回值 这返回值是谁给你的 是有另外一个你搭到的那个线程给你的 好 然后呢 A Recealed OBJ 这是你得到的一个 我们再打一个第二个 第二个 然后 B OBJ B B 好 我们来看一下 A 他打算发一个这个东西 对不对 B 看BJ说的是不是这个东西 BJ说的也是这个东西 所以说他们是同一个对象 那如果是同一个对象就有一个什么问题 现成安全的问题 对吧 也就是说 你这边把它定义一个list 然后你这边在remote它 你这边在add它 肯定就就不合适 对吧 你俩拿到的东西并不是一个拷贝 你俩拿到的东西是指到了同一个对内存里面去了 所以这块一定要注意 写的时候 以后运用到说说啊 我要这边操作同一个list 就比如我拿出来之后呢 我可这边可能这边给它删除了某些数据啊 增加了某些数据啊 他这边同样进行 这样的操作啊 可能就会有问题 对吧 理解了吧 这个也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实验啊 得出来这样一个结论 好 那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在不断的 呃 我们只进行了一次操作 就包括啊 第一个啊 和第二个 那大家就想问说 exchange 是只能操作一次吗 还是可以啊 一直去用 呃 就像啊 suckberry一样啊 exchange 呃 或者它的那个reset 因为有reset啊 不像countdownlet一样 其他的那个count 只能到零之后 都就不能重复去用了 对吧 那我们要去对比的去学习 这样的话就会呃 记忆比较深刻一些 然后以后用到 用到的话 exchange 用到的话呢 就是用到什么场景 我们想起要用哪个工具啊 或者是用哪个laborate啊 这样的话也会方便很多 我就直接拷贝吧 不写那么多了 好 那拿过来它之后呢 我们是 我们是定义的这个 对象是一个 integer啊 我们只想定义一个 integer 不想object 好 就是也就是第一个 呃第一个线程呢 它是呃 把把这个对象呢 把这个数据 比如说由1变成了2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就把2变成1啊 然后就初始值呢 这个第一个线程 就我们就当成1吧 啊第二个 b线程呢 就当啊 它的初始值是2 它们两个之间来回的 怎么交换数据 好 我们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呢 就比如说 我定了第一个啊 这个线程 它这个线程里面 啊 它有自己的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是 我们用 呃 呃 automatical 然后啊 的 reference 啊 也可以 或者说用 直接用 integer也行 我们就用reference吧 reference 包一下 啊 integer 然后我们用它的这个value 然后我们用它的这个value reference好 我们给它给它出值 1 好这是它的值 然后呢我们这边 try 然后它wire2 它不断的去循环 它不断循环 它循环是什么就是我的value 第2 set set是谁 set我交换来的这个数据 e exchange 第2 怎么 exchange exchange是谁 就是我要交换出去的数据是谁 是value 对不对 是value 然后呢 然后呢 它是 这边是我要交换出去的啊 这个数据 它的get 它这个值 对不对 get 这里 get 好 据说 我可能把它全部写到一起了 对不对 它get这个值是谁 是1嘛 对不对 然后它发给 发给另外的一个线程 另外的一个线程呢 它的值刚好是这个值 然后并且又付给了它 对吧 好 然后呢 这边我们输出一下 输出一下 然后叫什么 thread a has value 加谁 value 叫get 然后呢 我们让它休眠一下 time sink sleep 比如说休眠个 三秒吧 这是第一个线程 那么第二个线程呢 给它给个值线 是2 对吧 然后我们这边让它 避险程 然后让它休眠两秒吧 要顺便两秒 然后呢 有个一个快一个慢 但是没关系 它们两个只有等到 达到了那个 exchange point 才能进行交换啊 所以说不用担心说 我这个没来得及 做什么等等的吧 好 玩一下 你看 stread a has value 等于2 你看它又变了 变成1了 它怎么了 变成 它变成2了 对不对 然后它又变成1了 它又变成2了 所以两个就来回来 这么交交换数据 比如说我们的 changer是可以一直去 啊 用于用于这种操作的 来 他们两个就去玩了 好 这是关于echanger 就大概花了两个视频的时间 去给大家把这个东西 进行了一个介绍 然后 我在这边呢 又加多了一个 JR8里面的 叫stamp lock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也会放到这边 去跟大家去讲 本来之前是没有加的 现在我会给大家去加上 去讲这个stamp lock lock里面就会有什么 权重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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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 rout lock 还有这个就是 读写锁 还有这个stamp lock 它这个是可以控制一些权限的啊 好 一会儿我们再来说这个samp 然后它是信号量